-開始 selv Ende 之中 你在幹嘛? 我現在在訂营位 -訂营位? 對阿,然後 因為要寫一些表單的東西 不是打電話而已 妳剛好打給引主了嗎? 沒有 那上面就說不用打電話給引主 妳要填表單再用LINE傳給他們 然後跟他們說就是妳已經填好表單了 重點是表單上面有一些題目 妳必須要先去看 看過他們的規範妳才會回答得出來 真的假的 要先考試 考試才能... 我這樣蠻複雜的耶 不會不會不會 其實是簡單的 但是妳一定要看過妳才會知道 不要說每次那個規範啊 然後妳就這樣滑滑滑滑滑走 最後按我同意 對沒有沒有沒有 要看過 但是是簡單的 我沒有遇過這種的耶 好厲害喔 必須要先達標才能進去喔 這是一個比試跟路考的概念 其實我們上次來到這邊 只差7分鐘的車程就到了 但因為大發感染腺病毒吐在車上 我們馬上達到回覆 時隔一個月 我們又再次前往這個官網很久的營區 亨野草堂 我們要開很久的車 把妳塞得到醫院 而且我們還有帳篷要收 該怎麼辦呢 不 我來 我一定要去路營 沒有 不路營啊 我一定要去 上次7分鐘那個地方了 對 對 現在已經來到了20.5度了 我超怕的 過了陽灣之後 這邊會有三個路口 就選中間那一個 進來就是一片竹林 到這個路口 要往左邊 往啟新農場的方向 他們都會先給我們那個行錢資訊 對 所以我們裡面的話 會很清楚知道怎麼走 因為我們剛剛在外面看到很多個招牌 但是沒有 荷野草堂的道士 對 我就看他們的行錢 它寫說 經過那個茶場之後 他們會有兩隻黑狗迎接 我們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有兩隻黑狗迎接 而且走怎麼可能一直都在 真的有 還蠻好韌的 它比地標還好韌 好韌好韌 下來之後就可以看到 荷野草堂的道士牌 喔 是這邊才比較陡啦 看不到 好陡 這邊下來比較陡一點點 好有FU喔 真的很有感覺耶 對 就是他們的碎石區啊 有沒有 你看到他們那個篝火 這是引主嗎 從山上走下來的 問一下 好 你下車 嗯 我也想下車 你拿著 挖挖挖挖挖挖 拍進去 我開我可能沒辦法 今天有預估大概多久可以搭碗嗎 10分鐘 10分鐘 天't do sec 在發現在拿的是我們的新銀錘 如果我們搭銀進去的上面啊 銀骨他們有提供電動推車 因為車子沒辦法開上去 超貼心的 對 電動推車 然後在這邊這個 這在這邊 要搞不變喔 這樣子大花就有功用了 看我們的帳篷都還沒有搭好 直接先開組了 為什麼 那是什麼頻道 我們叫大發家 兩個小問題而已 第一次來的路遊 你會比較推薦哪一區 然後為什麼 對 如果你只能來一次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清風那一個位置 因為就是比較隱密 然後是比較獨立的一個位置 搞自閉裝逼那種 裝逼 你有指誰嗎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一句話給未來會來這邊的路遊 我們的理念就是希望好像比較自然 我們會想要保留大自然這個部分 對 所以可能我們營區不一定是一個很方便的營地 但是就是我們希望把那個自然的氛圍帶給 喜歡露營 像這邊有時候猴子會來 我們就不希望露客去餵牠 一直來 對 牠甚至習慣了會搶人類的時候 對 買木材需要事先跟你約嗎 最好說一下會比較好 因為最近的木材 我剛批好的都還太濕了 引主訂閱一下 馬上 快點 現在快點 大發家 大發家 好 OK OK 不要 OK 現在馬上 我的收訊不好 喔 對了 我的中央年輕的 這邊遠傳會比較好 喔 有 你是遠傳 我是遠傳 對 有有有 訂閱 OK 耶 如何 是這種 你怎麼知道 螺子植物 你是恐龍嗎 你什麼龍 你什麼龍 你看 燒焦的 對 那邊是在燒 在焚火啊 大發你去坐那個小椅子 超可愛 你看那個小椅子 就是為你打造的 你坐哪個 這兩個都可以 你坐坐看 好可愛喔 晚上就可以在這邊焚火 啊 有來到我們投影機達人的開講時間了 沒錯 今天這台超級厲害 每一台投影機都有不同的使用客群 對 那有人追求輕便 有人追求CP值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如果你是追求高畫質的極端分子 你一定不能錯過這一款 它就是WONDER MAX 玩的沒 AP3 ULTRA 對 沒錯 沒錯喔 對 因為它的上一代型號是AP3 Plus 對 那個版本是沒有辦法安裝Disney Plus 通常叫Ultra的都是頂規 對 就是最頂規 這一台我們已經使用了將近兩個月了 將近兩個月了 我就會常常把它拿來看劇 然後還有打電動 對 對 我要幫大家測試它的這個流暢程度 第一個它的延遲是趨近於可以忽略的狀況 嗯 對不對 第二個呢就是它的投影效果 真的會讓你想要躺在床上看 然後投影在家裡的牆壁上 而不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 對 真的就是已經 蓋著棉被 好舒服喔 高畫質的話 無非就是需要它有高亮度 沒錯 它的亮度來到了3000市場流米 它的畫質呢是1080P 然後也是支援4K播放 可是它的流明真的是 因為它亮度很亮 而且它對比度又很高 我們今天這邊是全亮的 我們對面還有兩顆燈 整個就是亮到一個不行 直接放下去就直接看 對 就是真的畫質 我以為我帶行動電視的概念你知道嗎 再過來呢它還提供了自動提醒校生 然後還有那個自動對焦 對 一開機它就自動幫你對焦了 對 它裡面還有一項我覺得很特別的 叫做自動避障功能 就是說如果有時候投放 可能剛好腳如果有一個東西擋住了對不對 對 然後就會缺一腳 對 這時候如果妳開啟自動避障功能的話呢 它就會把範圍整個縮到閃過去那個腳 讓妳的畫面呈現就是完整的四方形 怎麼可以這麼厲害喔 好厲害喔 妳就不用在那邊調調調調半點 而且投射出去 它會自動幫妳做校正 也就是說呢 妳根本不會發現妳今天腳架是架歪的 架大架歪掉 對 那知道幫妳校正 不管是iOS或是Android陣營的 都可以使用投屏的功能 對 那一進到座面呢 我們可以發現 琳瑯滿目的APP就在上面了 沒錯 而且它提供了超過4000個APP 可以讓妳去使用 完全包含了我們台灣人常用的那些影音平台 嗯 一些不常用的也都在裡面了 有些還沒看過 而且啊 它這邊提供了兩顆無瓦喇叭 整個是呈現360度環繞的影響 它的頭放呢 英語的距離跟妳的部幕的不同 它會自動校正 從50到300英吋都可以完美的頭放 超大啊 對 所以妳今天就算妳要單飛 或者是妳要團入 嗯 這個都夠用 對 就小小一台喔 就這麼小一台喔 可以看到嗎 這麼小一台 現在也可以使用HDMI連接來打電動 然後它後面還有非常多的拓展速 可以讓妳去使用 如果妳今天跟我一樣的是解析度環繞 在家裡面享用 出外又很享用 希望一個多功能的投影機的話 嗯 這台WONDER MAX 玩得美 的AP3 ULTRA 絕對不會讓妳失望 沒錯喔 看到畫質就知道了 我們就走吧 很香嗎 香嗎 就比較好 嗯 嗯 嗯 這個是Horizen的小斧頭 然後它這個是多功能的 這邊上面有一個小槌子 有沒有然後後面是斧頭 然後最酷的是中間有一個像老虎鞋 這樣子所以它整體上 它在處理這些 木材真的超方便 重點是它搬出來 開瓶器啊 那個哩哩摳摳摳 一堆有的沒的 然後還有那個 小的瑞士刀這個是螺絲起子 像這種 撿回來的樹枝啊 一枝一枝的很麻煩 我就用這個 夾這個撿 就弄掉了 不然要掰半天 就這樣 就一起了 哇 哈哈哈哈 好多人家 要把他捏著 要捏著 要捏著 好多人家 好多人家 對 但是呢 他不是給四帳一起用 但今天因為我們停滯嘛 說我們自己 喔 好香耶 好有質感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備料 你就不用在你的帳篷前面 你的客廳那邊 就是有 或者是在那個洗手台 粉紅色的那種 哈哈哈哈 然後旁邊會有超大的蝸牛 哈哈哈哈 有時候還有青蛙 或者是那個地上會有那個水蛙 然後就要攪開開的 而且你往下看 下面呢 引阻他們有初級過濾的水 噢 對對對 因為他們這邊沒有 沒有飲水機嘛 就是在自己帶水 他說還是要儲費過 但是他會有初步過濾過 噢噢噢噢 因為很多其實山上的都會說 就可以直接喝 他還是覺得要 以防萬一吧 對對對 沒得有 訴送之類的 哈哈哈哈 對 你看在這邊直接備料 是不是很方便 超方便 超方便 超讚 好喜歡喔 而且是站著 而且是站著 而且高度我覺得超剛好 噢 那對一般人的話呢 OK 一定也OK 因為我覺得沒有到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OK的 完美 很棒耶 因為我們來的時候 然後銀主 他的差已經沒有了 噢對 因為這幾天比較濕嘛 對對對 很下雨之類的 我們來的時候其實 他的土也不好下釘 太軟了 這樣算很好下釘吧 欸很好下釘 但是就是 我天目一撐都被拔起來 對 而且我用27公分的 對 所以我就只能用 用樹 他剛好有很多樹 給他樹當支點 然後我離題了 對 然後呢 他沒有柴了 然後銀主就幫我們想辦法 他就披了一堆竹子給我們 對 然後我 因為我沒有燒過竹子 沒有聞過那個味道 我一發現 哎呀 竹筒飯 還蠻香的 肚子都餓了 真的有竹筒飯的味道 就是有香味 然後還會一直有 竹子會有汁 對 對 好酷喔 很酷很酷 然後就拿了一大車的竹子給我們 然後也沒給我們額外收費 對 那當然他附近旁邊還有一些地方 有那個樹枝 我就去撿來撿 對 還是要先問過銀主 對 因為那個銀區規範裡面有告知說 就是不要去亂撿 那你可以先詢問過 對 我覺得大家銀區規範一定要記得看 對 我們是有先詢問過銀主 然後才知道說 哪裡還有一些可能性樹枝可以 是他帶我去的 哈哈哈哈 哇 欸這個煮飯神器也可以炒飯啊 嘿嘿 應該是可以吧 煮飯神器都可以煮飯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我猜 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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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熱 哈哈哈哈 在這冷冷的山上就是要吃火鍋 吃火鍋 焚火 焚火 你有還會覺得冷嗎 覺得很熱 很熱 一鍋這樣子看起來好有幸福感喔 真的 好 就是給大家吃吃早餐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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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看 著吃著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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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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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emissions conservatives 他讓我不要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一定 黑白色 男生女生配 黑白色 男生女生配 黑白色 黑白色 男生女生配 黑白色 男生女生配 不過是上面 你是上面嗎 對 這樣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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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日願望達成了 嗚 嗚 嗚 我一位訂閱了 好 好 哈哈哈哈 媽媽今天生日 我不是學院所 今天要破萬訂閱 一萬了 一萬零一了 哈哈哈哈 終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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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好 好 好 喝茶池 喝茶池 滿麻的 開吃 早安啊 不好意思睡那麼晚 好舒服喔這邊 如果說沒有人叫你的話 真的就是睡到自然氣 對因為這邊海拔1420 1420 可能跟天氣有關係吧 因為昨天應該都陰陰的 對然後沒有太陽 整個人就好舒服喔 一走進來就發現說 哇它這個區域雖然不大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有揮煌 可以感受得出來 這邊就像影主說的 它想要保留最多最多的自然的感覺 還有廁所 這是我來過 我覺得啦 最美的廁所 對 以營區來說 豪華露營不算喔 這是我來過 我覺得最有設計感 最有設計感的廁所 一秒感覺就真的是到汽車旅館 對不對 對就是有那些植栽造景 他們設計的很有質感 這邊雖然很自然啊 但是它的蜂鱗鳥叫呢 又很適宜 大家如果有去過水秀應該照我在講什麼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很安靜的遠離塵消 然後有點像是隱藏在山中的那種感覺 這邊超適合你 滿分10分 你會給它幾分 我會給它8.5喔 這麼高 8.5算高嗎 我高 我給8分 那你有覺得有哪些覺得還好的地方嗎 還是覺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硬要說缺點 我真的是 我覺得這時候都不能算是缺點 不能算是 對 應該是因素它的配置 東西就是都有 但是就是不會到很多 不是說那種一個區一個區 然後都有一台都有一台這樣子 對但是我昨天我去看了 它的冰箱也是保濕的很乾淨 很整潔 那很多地方它都有裝很過濾 我覺得這是很用心的 怎麼又在講好處 廁所比較少一點 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10帳滿帳 然後人又是乘以4的話 可能大家洗澡的話就需要排隊一下了 真的喜歡在影區什麼很熱鬧啊 大聲喧嘩啊唱歌的 拜託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這邊的話可能不太適合你 影族禁止 對對對 這邊不能唱KD 影族就禁止唱歌囉 對對對 因為這邊的話 就是有些影區規範 大家要定位的時候還是去看一下 那如果這些影區規範是 你無法遵守的話 那就是請大家就是不要來挑戰 其實來這邊的路由啊 真的大家也是互相尊重 因為有時候不會是包區包場嘛 對 所以也會有別人 那因為這邊說真的就是影區不大 那如果你真的比較吵雜一點 真的會影響到別人 會喔 嗯嗯嗯嗯 你不要說什麼 我來露營就是要放鬆就是要唱歌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的 真的就是要互相尊重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我就是要去唱歌啊 我就是要怎麼樣啊 怕吵就不要露營 累 這個我們之後再開一下 那這邊的話就是因為在三零星 跟星頭上來一點點嘛 所以其實大家也可以把這邊安排個兩日遊 三日遊 山下有非常多的紅仔雞 對 然後帶上來吃 策帳的時候也可以去吃一下 冰主有在賣木頭 你們要買的話 在你定位的時候 一必讓他知道 嗯先幫你們準備好 不然就會造成像我這樣的狀況 對就是燒竹子 欸竹子也是讓他有空幫你看 對對對 不是一定有的喔 這邊網路去的話呢他們官網是說 然後中環電線的話是3G到4G 對那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沒有使用5G 所以我不清楚 我們是台歌大跟遠船是使用4G 大概都是2到3個 使用上是沒有問題的 特別注意的話是他們有提供淋水機 所以如果大家是習慣去冰區 然後用他們的淋水機喝水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是平台區提供兩個儀位 那比較特別就是他們有提供電動推車 用他們電動推車推上來 其實是滿方便啦 但是就是可能多跑幾趟 這邊view很好 摸上看 超美 真的耶 這邊漂亮 迎來區旁邊的話 這邊就還有一個一帳包區的清風區 就是影主最愛的這個 對我覺得如果說是單飛的話 這個真的是超級棒的 很少看到有這樣子一帳包區 而且包的這麼有格調 變得太好就是可以坐在這邊遠跳大家 對啊 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 有有這地方有 那如果你們有三帳啊 就是直接包碎石 然後晚上的時候在那邊 櫻花糖啊 櫻花 整邊焚火 氣氛很好 真的很好 尤其是現在應該要鋪入秋冬了 嗯 很舒服這一焚火 那個 就開始發呆了 哈哈哈哈 看我們今天的影片都知道 對 很沒有內容 因為都在發呆 用完的全鈦的 輕輕刷一下就乾淨了 它會燒成不一樣的顏色 就鈦的好處 又輕又薄又小 趕快去買起來吧 冬天快到了 而且櫻花部落現在有在打折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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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喔 不行 有一種 好 這我覺得很吸引 對啊 這次山水出了新的顏色 櫻草淡黃色 它比較就是 我覺得還蠻優雅的淡黃色 真的蠻大 你今天講很優雅 很優雅的吸塵器 它真的很優雅 再用它的話 就是不用 就是不用費很大的力氣 真的很輕鬆 所以這次啊 山水出的行設 我們一樣開了團購囉 家裡面 車上 對 露營都可以帶著 超方便 來 試試給大家看 然後它有附這個小的 來看 這邊洗菜這邊 好療癒喔 好療癒喔 然後再開腳 然後再開腳 不舒服 還好附這個 刷子的 它還可以加購除蠻刷 就是在家裡的話 就是把它裝上除蠻刷 這個兩個店員都要開 就可以吸窗單啊 吸枕頭啊 龍毛娃娃 窗臉 超好用 一樣購買資訊 我們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直接點進去看嗎 買爆 那荷野草堂這邊啊 它是採取 漸進式的無痕山裡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一次性的東西 可以盡量就是避免 盡量避免 不要帶來 對對對 其實就跟我們上次在山區歲月的時候 講的一樣 喜歡露營然後喜歡往山裡跑的 你就會越來越在乎它的環境 沒錯沒錯沒錯 因為它是漸進式的嘛 所以它現在還沒有強制規定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 從我們做起 給大家帶回家 我們是大發家 如果喜歡我們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按讚 小鈴鐺 好這時候我們在FB和IG 下次見 掰掰 可不可愛?看起來是蠻可愛的 為什麼現在看起來那麼悠閒 你知道我們想要收帳了嗎? 有沒有人跟我們一樣就是 錄完 然後腿會痠 就是一直起立蹲下起立蹲下吧 我猜 尤其是你們要一直打那個鷹釘